主料,鲜藕250克,胡萝卜50克,香水芹菜30克,主料,盐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用餐人数1-2人,鲜藕用刷子刷进泥沙,切成丝,胡萝卜切丝,芹菜切断,锅内热一用二分之一大池油,放入藕丝翻炒约一分钟,加入胡萝卜丝,芹菜断, 放入盐三分之一小时,再迅速翻炒至女人即可出锅,烹饭技巧,炒菜用藕,要用鲜藕,嫩藕多产在夏季,对它用多用藕藕多产在秋,冬季,二,炒的时候动作要快,藕略炒一下,加入青菜和胡萝卜,马上就得加盐,再翻两下就可以出锅了,要吃到这些食材都是可以吃生的,不要怕不熟,炒老了就不脆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